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马上来看到是在整个台北股市变化里头 会不会看着国际股市 尤其在美股从大涨新高 破断新高之后又出现震荡 当然这里头有一些涨多拉回 也算是一个正常情况 也有一些诡决多变的国际经济情势 应该如何来看待 马上为您要请到的是鼎泰兄 鼎泰兄你好 苏贤你好 全国同事们大家早安 是 每个礼拜三 在国际经济情势当中的话 这个鼎泰兄所擅长的地方 就请他带大家来看一下下 首先现在看到是在昨天的道琼 道琼又变成是一个震荡 结果又是一个收低的情形 您的观察 原本我们从道琼的技术面 你不要小看 它的前一天是跳空上去的 跟中美贸易谈判里面 好像有一个比较初步的结果 不过我还是强调 初步结果它没有明细 所以昨天在美国股市讨论的就是明细 明细没有出来之前 刚好也涨上来过高拉回 那以技术面来讲的话 照理说如果能够再持续跳空缺口上去 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说 道琼如果这一个月 能够再创个波段高 对不对 那五月卖谷走人就化解了 那接下来你看了时间波 应该就在九月十月份 大概中秋节那一段时间了 所以你可以安心的做 不过我跟大家讲一个统计数据 大家一定要记得 道琼工业指数已经涨了 从低档涨上来的多头 已经一百一十四个月 一百一十四个月 一一四个月 就是说往年 这个道琼有史以来 最长的多头就是一百个月 现在多出了十四个月 那多出了一年又两个月 所以我们说实在的 这一两年慢慢震荡稍微大一点 因为市场上也会担心 包括美国的投资人都会担心说 会不会涨太多了 现在还是有一点点 就是说震荡的架构 不过目前看来指数 并没有很大的变化 这涨多拉回算合理 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 我们一关一关的做 就好像我说 这一个月没事 你就可以看到十月份 我们看一下 纳斯达克的一个指数 纳斯达克始终是最漂亮的 因为这里 虽然在这边做横向整理 但是它距离移动平行线 是比较远 它是说 它比较属于高档的整理 事实上纳斯达克要挑战新高 事实上并不远 并不远 那当然我跟大家讲过说 纳斯达克的工程 最主要就是什么 就是苹果 你没有苹果 这一只苹果真的是很奥妙 苹果就被 被这个巴菲特一路买上去 那我跟你讲 我跟大家讲 这个巴菲特左眼债 待会我们也会提到美光 其实左眼债 美国现在很多大厂 流行 突然间自己购买库藏股 那他花了百亿 千亿再买库藏股 巴菲特很心动的 对不对 所以巴菲特把它买 特马上买上去了 但这种东西没有百分之一百 我觉得 待会我们也提到 国具并购的事情 全世界走到并购这一条路的话 大部分都是股市的末生段 大家注意一下 我刚才提到 美国多头已经走了一百一十四个月 但是美国最长的多头 也不会一百个月了 好 多头目前看来没有多大变化 我们看着说 一样回到 反映台北股市的话 大家要注意到 就是说 个股的变化 那科技股昨天是比较强 所以我认为今天交点 还是在科技股 那但是我认为 譬如说 这个科技股涨过之后 可能要留意传统产业类股 因为传统产业类股 最近在国际股市都相当强 这跟油价 昨天韩中海创新高有大关系 配办是蛮重要的 配办也是 你看大家都是停在这边绕 昨天配办 本来盘中涨了快一%多 最主要就是美光 昨天涨盘 昨天的盘后 美光就涨了四% 美光的基本面相当好 包括对于低润的看法 已经在延长到两年了 这种他讲 就是我们说的 所谓的报价的上扬 涨价题材 低润的涨价题材 那我们待会有空 再来看美光的图表 因为我今天有把美光图表 带过来 不过这个以架构来看的话 事实上都属于整理的架构 你看这个整理下 这边有没有 这都一样在基础线上 都有一个整理架构 但是美股如果没有办法 创新高的话 事实上整理的架构 对台北股市也没有多大影响 我说实在 这个线形是这样 如果导播有了 那我们看一下加钱指数好了 为主要提加钱指数呢 我还是强调加钱指数 我们的加钱指数 事实上你看也是在这边整理 那你看昨天来到 一万一千点以上的话 压力就出现了 所以我们说不怕一万 只怕万一 今年到现在都还是流行在 所以其实我们想讲 多头很不容易 你看这个地方已经破坏现形了 它居然能够又涨上来 然后在这边整理 然后呢 所有的均线 你看看 所有的均线都在均线之上了 那均线几乎都已经翻多了 所以短线之上的话 大家 我认为美股多少会影响一下 但台北股市 你要大涨 我认为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美股如果没有创新高 台北股市 你要再来一个创新高 也不容易 我们说实在 你环顾全世界股市的话 都还没有很少创新高 都没有创新高 由来英国股市创新高而已 其他都没有 所以我认为 很像整理个股表现 是你现在的操作策略就对了 好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现行当中的话 包含刚刚鼎太宗一个叮咛 他认为说 科技类股表现的话 看起来是这一波的一个展示 可是他还预告说 下一波的展示里头 是不是随着油价 既不飙高之下的话 一些传统产业股有机会了 好我们稍微这选股策略部分 再来看一下 现在看到新闻面的重点 又是一个并购 国具 恭喜这国具 又是一个停牌 就是又并购了 那么强光策略之下 220亿并的是美上普斯 那么陈泰明 事实上他有个名字 叫做并购大王 那么陈泰明的部分 又并到美上普斯去了 这个话题 那么刚刚提到说 涨价的空间 涨价的浪潮 会不会再上去 有被动人券 有矽晶元 有D-RAM 等等的涨价 哪些是涨真的 哪是涨假的 哪些是涨陌生段 这些都帮我们掌握一下 国营第一季获利相当亮眼 大赚了860亿元 在金融业股身上 美光 哇这太重要了 记忆体市场里头 一路要好到2021年 昨天光micron涨是达到 6.4个百分点 这三大题材 先帮我们掌握一下 好昨天这个国具 这个台湾大概有史上 最大并购美国题材的 这个股票 这普斯这档股票 在美国是属于 电子零组件的 它专攻大概5G 包括那个天线 包括我们好几年 没有听过那个叫雷雕天线 现在手机里面的那个天线 以前我们刚才手机都拉条线 上海天 那个就是雷雕天线在里面 那并购普斯 最主要它拙握两个 两个 第一个就是在5G的题材 因为这个普斯 最主要就是专攻 这个网路通讯的 所以5G的题材 还是下一个阶段 因为国具走到这里的话 它少了一个车用的MLCC的概念在里面 我这个跟大家讲一下 那最主要是 昨天5G 还有车用电子这一块 但是因为它花了220亿美元 台币的话呢 这个在华尔街的报告 跟台湾目前看的报告是两极话 这个苏雪你知道吗 它这个美国报告 甚至有提到说 它出太高价了 华尔街的说法 它出太高价了 国具今年以来是 台北股市最大异类的 居然也曾经一度来到一千块台币 那我要讲说 美国美华尔街有它的看法 但国内来讲的话 是第一个它 对于它 每一次国具并购的话 就会有相对股要跟着转 你看昨天啊 被动元件也涨上来 不过我认为大家要注意哦 被动元件涨那么多 有时候利多题材 如果不涨的话 就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因为这个 台湾的被动元件 跟日本的被动元件 是相连动的 那日本的春田 那些股价都不好 都不好 讲这个玩和也不好 春田也不好 唯一的就是通路 譬如说太阳又电 那种的还在涨而已 所以注意哦 如果这一两天没有 因为我觉得 像昨天你看那个 2492的 这盘盘中这样震荡 很大 大家都要留意了 好 那国营啊 我说这一次啊 我跟大家一个焦点 就是说 我们看我们的这个 台北股市当中 这个金融内股很 这个事实上不强啊 也是说这一波当中 一直没有涨到 所以我顺便在那边 跟大家提 你现在当然对 金融股没兴趣 但是未来几个月当中 如果突然间 金融股大涨的话 大概就台北股市 你就要开始注意了 因为轮到金融股 大涨的话 通常都是 陌生段的最后了 好 美光也是一样 昨天美光哦 基本面又好 又实施库藏股 一堆都来啊 但是我还强调 因为它前一天就涨3% 昨天盘中涨7% 却留一个上影线 最后只涨这个6%左右 我再次强调 不管是国际也好 或者美光也好 这一段时间一直有利多 事实上美光并没有创新高 因为它之前拉回过 有利多如果再不涨上来 只有涨个一两天 一时一下来拉回的话 那这就要注意了 事实上我们看到 Netflix的报价 已经功过于取了 大家要注意一下 好 也就是说 鼎太兄的部分 他提到这个重点 这利多释放之下的话 如果不能顺势有涨势的话 代表着 有人在出 趁着利多在出货 这群都在赛利 好 特别小心 好 再来看一下 三远出手 大同再报金银权之争 事实上大同之前 有飙过一阵 金银权之争 接下来的可能性呢 大同这几年也 就是一直在搞这个金银权 分分饒饒 你知道上一次有飙过一波 刚好苏权跟大提 那时候就是 就是因为市场上查出来 是外资啊 借由外资进来来炒作他 那外资也不是炒作 就是说这个外资就是入资 入资要进来炒 实上当时候的用意 是有一点要接入 他的经营权 实上因为大同在中国大陆 也算是不错啦 不过我觉得这个 看看就好了 你不要太去介入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也 震荡这么大 也不算是什么大力多了 三元本身就是一个房地产了嘛 因为他跟大同 本来关系就不错了 表示说大家认为 大同经营是不好的啦 好 1.5奈米 好 我们来看到 这1.5奈米的部分的话 台积电三星的话 下个新战场 这是Morris 那张东北董事长 念资在资的地方 就算他要现任之下的话 他强调是在1.5奈米三星的战场 跟台积电的部分 那么我们特别要看到 台积电的股价表现 其实从近期表现 等一下2330台积电 现行也一并来看一下 智慧机 4月的销量 跌破了50万只大关 智慧机 手机这样题材的话 我们进一步等一下来掌握了 美国取消中心禁令之下 相关概念委也跟着 逆势上涨 这些比较聚焦在电子类股大关 有没有机会呢 好 我跟大家讲 这个半导体 大家应该知道 一个叫摩尔定律 摩尔定律的话 其实告诉我们说 半导体的那个世代的变化 大概18个月 那这个奈米这个东西 是越做越小 那个电路 这个晶体 奈米就是一个晶体 那个电路线 这个东西 也是越做越窄 按照来讲 按照来讲 这个从10奈米到最后 最近的台积电影 是世界第一的 在去年9月底的时候 在台南设厂 是不是你知道 是3奈米的 因为这个已经算是物理的极限了 你还能够想到什么 对不对 可是没有想到 昨天艾斯摩尔 居然把这个提出报告 点出来说能够做到1.5 哇 那这个半导体的行情 居后可能看到2030年 因为物理中有极限 对不对 它居然能够从3奈米 它奈米就跳到1.5 所以我当然我还是强调 台积电的一定都是领先的 但是艾斯摩尔这个推出来的话 可能对市场上 一个是很大的政抗大 因为也是说艾斯摩尔 它可以做得出来 会不会领先台积电呢 好 智慧机 这个智慧机四月的销量 这讲的是我们国内 因为刚好有一个 那个499之乱 499之乱 因为大家变成说 没有以前就没有499的话 大家都还有附赠一下 这个手机 现在手机变成 你自己要再花钱买了 那本来第一季 到第二季之初 就是所谓的手机的淡季 因为新机下半年要推出 中国大陆第一季手机 智慧型手机掉了三成 这个出货掉了三成 所以我认为 这个大家都不用 因为相关的概念股 就跌了一大段了 我们倒是希望下半年 这个到底能不能 这个苹果能够推出新机 我认为市场上还是有机会的 好 那么事实上 这个也是震荡 因为美国取消中心的禁令的话 这个因为之前 就是专门拿它开刀 可是也没有很明显 那现在的内容也是很乱 那这个希望中国大陆 这个中心有没有 做组织改造 一大堆的 不过倒是这个消息 是比较正面的 所以我们昨天排面 正好稍微在动 那我说得说 取消这个的概念股当中 你可以留意几档 昨天都还不错 当然首堆就是联发科 联发科在这里 是最大收益的 就算中心被 被有禁令的中心的时候 联发科也是独享 独享获利的 独享这个题材的 那取消的话 联发科也不错 这里面当中有几档股票 包括文貌 包括联雅 那我认为大家 不妨可以开始注意联雅 因为以基本面来看的话 联雅的股价 是比较比联发科低 可是他第一季赚的 比联发科多 是 股价跌很深 但是事实上 在这个像中心经历部分的话 尤其在贸易大战 这些消息都是纷纷扰扰 对 从过去能够 这个开始有些制裁动作的话 包含在股神 巴菲特说 不会有这么stupid的这个做法 结果真的又出现好转 但是好转之下的话 他现在又放话了 就是背后 川金会 背后是不是在这个 实际部分的话 有些操控的动作 这些问题还是要特别留意到